大家好,大家好,我们这个频道虽然艰难度日,虽然每天都勉勉强想做做节目,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有内幕的,我们的确是有内线的,我们的确是可以说一点点有趣的中南海的八卦的 前天我们刚说过啊,说这个习主席亲自干掉了两个人,一个是重新市委书记任学峰,一个是朱建部的部长叫做陈正高,是吧 然后呢,很多人将行将义,不可能吧,习主席有这么残酷吗,这是现代社会呀 神医学峰当时就宣布死了,被火划在这个昌平火葬行,但是这个朱建部的部长啊,就一直就拖着啊 早几年就已经突然就就就就把他的职务给摘了,也就是一届平民,然后就没消息了啊 在我们的这个唯一大地节目,刚刚做了每一年两天,只有只有三十个小时,吐功中国就是修修大地啊,就宣布了啊 原朱建部的部长啊,陈正高老师,这个去世,享年72岁,是不是,简简短短的几句话就搞定了,对吧 所以你就知道吧,这些个事啊,我们有的时候是能够说一点点内幕的,因为现代社会了 那不像过去,过去的话,有的时候有些是你只要稍微动作脑筋也不至于被他骗的事,底库都骗掉 就像当年的这个林彪,是吧,林彪官方的说法是摔死在温斗尔汉是叛逃 摔死在温斗尔汉,你想想吧,你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首先第一,一个在共产党的下面,杀人房火的这么一个土匪 他盼他的哪儿去呢,他没有地方去,是不是,谁会接待他呢,是不是 第二的话,如果你跑到别人的领空下面,人家第一时间就把你打下来了,是不是 你何必还说摔死在温斗尔汉呢,这都是扯,但是那个时候人都傻呗 大家都信呗,毛主席说什么就是什么,周总理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 但是即便是那个时候,我后来在北京混他们的那些个 那些个当年的年轻人的圈子,就长我一辈的那些个人 他们都知道,这肯定是被毛主席搞死的 所以当时整个军队都这个什么,一下子就炸了,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有军人就要造反,就要把毛泽东给拿下 所以毛泽东又赶紧让周恩来,让一帮军头又把林彪的四大干将 什么黄永胜呢,什么吴法宪呢,我都还记得这些个名字 天天在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念这些个名字 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反毛主席是不是 你说这些个人,他啥都没有,啥都没干 就是因为要把林彪的事情把它做实了,所以就把人家一起搞没了 所以他们说,共产党的套路你是看得很清楚的 等到你有一天你回顾神来,世道都变了,毛泽东死了 也没人去追究了,他就这样 所以现在习主席据说,他一会儿半场死不了 这个事你搞得太不像话了,高层都在议论 好好的一个朱建部长,人在哪呢,在强大的压力下 习主席不得不宣布朱建部长已经死亡 早就死了,当时就被习主席的人马一个枪子就给送上西天了 这个顺带还爆了很多个尿 但是有些个尿是过去都说过的,说妥妥贴贴的 说李克强这个人好好当当的,是不是 一个70岁不到的,还算一年轻人,怎么突然就死了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的日子,过得没有这个李克强好啊 他还顽强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 你用脚活跟你想想,你就不可能 一定是细胞子搞死的 但是有1250,即便是这个年代,他还是信 还是信李克强是自然死亡,怎么可能呢 一头猪才相信,相信你就傻了 你相信李克强是自然死亡 有一天习主席也会让李自然死亡的 也会有报应的,你放心好了 一定要有基本的怀疑能力 说习主席就是他们说了 说允许说胡锦涛当时跟这帮人呢,就达成了一个协议 是不是,允许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习近平在连任一届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 但是党的总书记也让出来 20大的时候是这么一说法 说党的总书记呢,用李克强来搞一届 其实李克强本人呢,并没有太多兴趣 因为你没有军权,你连国家主席的这个职位都不在自己的手上 你当一个党的总书记干嘛呢 说为什么让党的总书记一让出来呢 说这是党过去40个年形成的一个规矩 你人到点就要退休,是不是 你即便是不想退,你也得做个姿势 说邓耀平当年也不想退啊 但是他就是不当总书记 他总的要顶一个魁内出来 这个事情有人做过的 因为你如果说强行连任的话 你党政军一把手全部连任的话 这个规矩就坏了 这个党的事业就是蒙受损失了 结果习主席现在不听啊 表面上答应了胡锦涛 背定搞了一个猫腻 称之为这个二十大政变 这个事情就大了呀是不是 所以李克强也不服呗 李克强退休以后还经常曝光呗 还笑容可惧的向人民群众挥手呗 习主席想这不行 你这样下去我最后我搞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到时候给我犯案我怎么办 我干脆弄死你 大家还记得胡 冯雅刚说的话嘛 说过去文革的时候是把你批斗 踩上十八只脚 让你勇士不得翻身 再来一场文革的话 我直接呀弄死你 直接让你见阳王 你还叫什么届时黄昏呢 或者是叫什么东山再起呀 叫什么平反昭雪 我凭你骂了个叉 我直接让你死敲敲 所以冯雅刚老师也认识 北京高层圈里的人 他知道的 习近平就这样的人 我现在又让你见阳王 你还是不是东山再起 你还是不是平反昭雪 你平平到阳王那里平反去吧 当时是说习近平指示 这个公安部部的部长王小红 带着人马跑到上海 让上海的这个武警部队的司令成员 搞了一点所谓的逼马素 是不是 然后完了以后 让他吃完了以后 假装他游泳 怎么可能 你想想他游了一辈子泳 怎么可能突然就挂了 在这60多岁身体还挺棒 是不是 不可能的事情 人呐在正常情况下 你想死也没那么容易 因为身体它是非常稳定的 如果有病 早就有病了 是不是 而且突然就死亡 还有说这个温家宝的政治传人 孙震才 原重勤市市委书记 早就死了 早就被习主席送上西天了 早就已经不在人间了 因为这个人更年轻 这个人跟胡春华差不多年纪 双结班嘛 胡春华就总书记孙震才及总理啊 孙震才早就死了 早就被习主席搞点脑鼠 把他给要死了 据说也是逼麻素 也是搞死了 给他给他 说说说说打 打疫苗的机会 是不是 在疫苗的封锁期间 给孙震才打了一点逼麻素 然后拜拜 你见阳望去 我看你还东山在一起不 我看你还这个频繁招雪不 习主席干事就这么牛逼 我跟你讲 他们说这个孙震才和李克强这种人 习主席为什么把他拿下呢 人家红一代邓小平陈云 还有他们这个这帮这帮老东西李先天 他们都有规矩的 就是说党内的权斗最好呢 不要见血 就是说以后我们这么多家庭不好见面 是不是 你不能把人整死了 那不行 是不是 说毛主席当年犯了错误 不应该把刘少奇给整死 不应该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林彪给直接去给给整死 应该要留个活口 是不是 大家以后好见面 人家是指什么呢 什么人不能死呢 就是他们红丝家族里面的人 你不能把人家搞死 所以薄熙来到现在为止还没死 所以什么牛亚洲到现在为止 也没说把他搞死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是红二代 因为他们是身上有贵族的血儿童 像什么李克强 像什么这个朱建坡的部长就更小意思了 像什么孙政才 你就是一屌丝 你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一下祖坟猫烟了 你当了这么大的官 所以我让你死你就去死吧 是不是 没什么好说的 说这个土工中国的高层政治 它有几个信条的 刚才说的第一个信条 就是红色家族里面搞权斗 习近平和薄熙来斗 不能把人搞死 以后不好见面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是不是红色贵族家庭 习主席让你死 你就欢欢喜喜的去死 因为这是第二个信条 就是在党的最高利益面前 是吧 生命你啥也不是 所以李克强死了以后 据说李克强老婆去找习主席讨说法 习主席送了一句话 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是他们的一个信条 信条在党的政治利益面前 党的政治的威严面前 一个人的生命啥也不是 让你死是让你回我党继续做贡献 你死了以后我还给你盖个党旗 就问你服不服 就问你还想不想频繁着雪 就问你还想不想东山再起 就这么牛逼 所以我是很早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虽然我不是个什么人物啥也不是 但是我知道 那共产党里面搞内斗 让你死你真的得死 我就亲眼见过几个我们的小地方的 那个那个什么县委书记 市委书记 让某一个人想死 你随便搞个理由就把他搞死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跟你讲啊 你以为呢 你何必意义呢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啊说你好不容易 在领导身边做秘书 你为什么要离开啊 你真没见过那些个 那些个可怕的事情 你何必意义呢 是人一辈子 谢谢